今年来小鲜肉军团来袭这石头也是直逼娱乐圈的那些老红人 而徐卫中无疑是去年爆红小鲜肉中的传奇人物 出道短短一年多就红透半边天 不仅在影视、音乐、时尚领域全面开花 还成为首位在韩国泰国举行公开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 甚至他在韩国的人气比一些韩国本土的知名艺人还高哟 2月12日新生代超角偶像徐卫中也是低调显身上海 担任某奢侈品牌的情人节一日店长 温暖的灰色毛衣搭配衬衫 书卷气十足的型男log也是让迷妹们为之疯狂 瞧瞧周周身后热情的妹子们这人气也是没谁了 作为一日店长周周不仅为顾客热情推荐 亲自帮忙世代还特别学习炮制手工咖啡与花束包装 提前传递情人节的祝福 如此爱意满满也难怪粉丝们会如此激动了 说到即将到来的情人节 周周也是拥有耿直地表示 情人节礼物要么送自己要么送妈妈 也是单身够的悲爱啊 送给谁啊送给我 送给我妈妈吧 唉享受单身的人在情人节就容易被伤害 不过周周单身想必粉丝们会比较开心吧 现在没有女朋友 孝顺的周周选择把更多的爱分享给家人 尤其是母上大人 而妈妈的生日正赶上今年的春节假期 于是周周也特别贴心地安排了三亚之旅 我忘了事情就是陪我妈过生日吧 正好因为我母亲嘛 就是在兴典的时候正好她过生日嘛 然后陪她去度度假 因为正好也是难得的一个假期嘛 所以和家人一块度过 我觉得特别开心 那有给你母亲准备什么呢 礼物就是陪陪她 然后看看海 因为我正好带她去那个三亚嘛 逛了一圈 自从爆红之后 许卫洲的工作也被排满 到能挤出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想必许妈妈这次的生日 肯定过得特别开心 假期过完 周周全新的工作计划也瞬间开启 未来她也将继续娱乐圈全面发展的路线哦 今年的话会发新的专辑 然后呢也会在 无论是音乐上面还是影视上面 都会有新的作品 然后呈现给大家 新专辑呢还在筹备中 然后呢 这次的专辑风格还是会以流行 然后偏摇滚嘛 流行摇滚 以这个风格为主 那其实 在演戏上面我还是一个新人嘛 然后还是希望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吧 在音乐上坚持自己的风格 在角色上不设限准备更多尝试 将来许卫洲一定可以在2017年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吧 所谓人红是非多 许卫洲出道时间虽然短 可她的花边新闻却不少 虽说这些负面新闻完全无法阻挡许卫洲的爆红 不过看多了流言蜚语总会影响到刑警 元宵节当天许卫洲工作室就网上的污蔑诽谤言论 发表声明呼吁大家一起反对网络暴力 而对于这些网络虚假消息 周周作为当事人则表现得十分淡然 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个东西我觉得 做好自己吧还是 做好自己 这种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 去真的去重视它 我自己个人来说 还是把自己的真的是 音乐啊把自己的这个表演啊 把自己作品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它这些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 会啊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会影响你 但是我尽量不去看嘛 做好自己才最重要 上海报道